面对死亡两大区块 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区块 就是修缮 积伏 求善悔 让你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光鲜亮丽的面对阎罗王 阎罗王还给你打工做一 来了一位修行人 黑夜甚少 白夜甚风 夜不是夜晚的夜 夜历的夜 是这样 世间好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世间好人 甚至好到什么程度 不经过阎罗王审判 干嘛 VIP 你懂吗 直接升天 很多外道是这样修的 我说其他基督教 天主教 很多是这样 直接升天 他们的天使接走 是这样 那么也有一些佛教徒 他们没念佛 他也是这样 这叫做大善之人 不经过中阴身 就到达他要投胎的善处 大部分是欲戒天 因为他没修禅定的话是欲戒天 不能讲没修禅定 没有到出禅以上 含出禅的话都在欲戒天里 但是他行善 但这个有危险 我说过这三世佛冤 三世冤 不是佛冤 三世冤 为什么 第一世你就做善 第二世你升天 第三世 善法用尽 银行存款花完了 你只剩下恶法 你没修嘛 你没修你把一切的福报就响尽了 在天上响尽了 结果咚咚就堕落 这种堕落连修禅定的 似禅天 似空定的 什么呢 玉头蓝符 这位外道 在水灿当中讲到的玉头蓝符 他这个外道修到非非想触天 结果还是堕落 想完福报 他就 他误认为那是涅槃 那不算想尽福报 他是误认涅槃 结果呢 那个禅定一消失 烦恼一升起 刹那升起 他棒佛 他棒法 生大烦恼 烦恼就连结了他过去的恶业 就剁非离生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在修禅定的时候 想要做非离 咬死那些虫子 你看看这就是 起了恶心都还在 八万大劫都还在 你看看可不可怕 哎哟 造再 你造晒小的恶 留的99999 都不会消失 你认为的八万大劫 一点都不久 所以 不造善 不造恶 造善 修复 求善恶 造善其实就是不造恶 但是呢 要懂得恐惧这个恶的种子 临终会献钱 八万大劫的东西都会献钱 你看看 怎么会不可怕 所以死亡就是算肿胀 对一般人来讲死亡是什么 无知的来临 那么呢 可爱之人 或者可爱之物的隔离 我的妻儿 丈夫 我的儿女 我的地位 我的事业 我的钱财 我的身份 我的名利 要割捨 捨不下 一般人是这样 你 你我也可能 如果你再不修下去的话 那真的很可能 我们出家人是没什么名利 但是 有时候 居高位的人 很可能还是会 还是会面对这个事情 因为菩萨不舍名问 能利益众生 他有名有问 有这个 他自己就要小心 这点 也是说行内话 但世俗人更如此 就算没什么大名利的话 你也有什么呢 你也有 你也有眷属 你也有你的私人钱财 那如果再加上 小名小利的 你要怎么放下 这次放不下 那再来 善恶 运对 计算 再来 福报够不够支撑你 你有没有忏悔 一切这些都 没有的时候 你将来 世尊怎么说呢 他说 这一世为人 下一次还能为人的 比例是怎样 下世能为人的 如爪上沉 下一次不能为人的 就堕落去了 如大地土 吓死人了 你看这个比例怎么算 为什么不这样 人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这样 人其实是善恶对半 本来是一半一半 那天平上还平衡 结果做了人完了之后 却把善用光 把恶增长 统统在堕落当中 统统在堕落当中 这架子 想起来太恐怖了 同学 怕不怕死 不是那个死的可不可怕 我再说一遍 是我们对于死 根本没准备好 我们对于死亡那一刹那 其实我们造了太多 反面的事情 所以堕落如大地层 这想起来 这不晓得怎么办 应该是这样子面对 所以那已经不是 怕不怕的问题 是要怎么面对的问题 我说你怕 你没死过 没平时经验 你怎么说硬着要说你怕 不过这个题目叫问你 就是这刚好让我讲这个话 所以该怎么面对 刚刚有同学说 拼命的念佛 是的 没错 但是你要想更深一点 要想更深一点 不是你害怕起来要多念佛 不是 你随时都要问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真的没骗你 准备好了吗 那你说这样想了半天 这样会不会人生太黑啊 这样讲好了 该做的事 你对的事你就去做 然后呢 增长欲望的 有时候你也不能减少 不 你也不能避免 什么叫增长欲望 你比如说 吃一顿好吃的素食 有时候也会增长欲望 这个好吃 你还是分别吗 再来 照顾妻儿 相夫教子 这是会增长欲望 没有错 我的先生对我好 我的太太对我好 我儿女很孝顺 这个好反而是麻烦 那他还是会增长你的欲望 那怎么办 我常讲 一脚在内 一脚在外 你要先想着 到了死之前 爱我的人 孝顺我的人 恨我的人 通通变成障碍 恨我的人最好不要出现 或者我恨的人最好不要出现 那么爱我的人呢 拜托他不要出现 但是你不出现 他不出现你会恨 出现了你又放不下 你看你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我才爱 你爸要死了 都走到没拔 你会想着这个 我的财物都给他们的 这些人也在做什么 是不是这样子 我告诉你 你要死之前 很惨 还有一个事情 我告诉你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悟到 你要死之前 你旁边的人 有没有真心 要在旁边陪伴你 我跟你讲 你都知道 你自己会知道 临死之前的人 头脑最清楚 结果你会很欧 你懂吗 我这个媳妇 我这个媳妇 说什么 我活着的时候 财产分给他之前 哎呦 阿爸等阿爸地 真的我要死的时候 还没真心照顾我 没真心陪伴我 看我要死很难看 他还怕我 你都知道 你会觉得好孤单 好受伤 好委屈 更糟的好恨 我告诉你 临死的时候 那个情绪是非常明显 控制不住的 像小孩子一样 毫不掩饰 你知道吗 你说 师傅你到底是死过了 是不是 你怎么那么清楚 我就告诉你 我知道了 就这样 你真的相信我 他是非常浓烈 而且不遮止 只是表现不出来 因为那时候你那里串 你那里串 没机会表现 给他们别人知道 但你内心是非常清楚 那这个是 你会被你自己的情绪 煽动所煎熬 我告诉你 你说你能念 佛念得好 你平常没功夫 你看你怎么念 你平常没功夫 你平常没功夫 你平常没功夫